Hi everyone,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那我們都知道中文裡面呢 有非常多的碟字詞 比如說 乖乖 慢吞吞 轟轟烈烈 怎麼可以吃兔兔 或者是吃麵麵不要加辣辣等等 各種不一樣的排列組合 怎麼可以吃兔兔 是不是那麼可愛 所以你可能就想說 欸,碟字呢 是不是中文裡面才獨有的 但其實英文裡面也有碟字詞喔 那我們就先來複習一下國文好了 發揮一下我作為中文系學生的專長 其實碟字呢就叫做一種副詞 也就是說要一起出現 就這兩個字要一起出現才有意義 那副詞呢又分成 雙聲跟蝶韻兩種副詞 雙聲的話呢就是生母一樣 也就是注音符號的上面那個符號是一樣的 比如說是惆悵 那蝶韻呢就是生母一樣 換句話說就是押韻的道理啦 比如說沙發 那這次呢我整理了英文裡面總共10個碟字 其中呢也有很多是雙聲還有蝶韻的單字 真的非常有趣 我覺得我可能是世界上第一個整理出這種奇怪系列的人吧 但總之呢我就是發現了 英文裡面有碟字想說不如就整理出來給大家看看好了 如果你是第一次來我的頻道的話呢 我在這裡分享一些關於英文學習語言學以及留學相關的資訊 那如果你對這樣的主題有興趣的話呢 別忘了幫我按下訂閱 那我會在每週四的晚上9點定時更新 那每週一的晚上9點則是不定期的更新 另外如果你想要在華阿Instagram的時候也學英文的話呢 別忘了追蹤我的IG喔 上面有很多我自己製作的英文學習字卡 最近我的Instagram除了字卡之外呢 還加入了一個快問快答系列 會用Instagram Story的選擇題呢 天天跟大家分享一些實用的英文片語 另外啊最近因為很多人都反映說這個影片裡面的英文句子消失太快了 所以呢我就開始了一個Channel英文公開筆記的計畫 日後的影片內容呢都會做成講義讓大家下載 這樣大家看影片的時候就不用一邊抄筆記 只要直接下載完整講義就好啦 也比較方便複習 那麼要如何領取講義呢 資訊欄有個連結 只要留下Email我就會把講義寄給你囉 好啦那我們就快點來看看英文當中的諜字詞吧 Yada Yada 之類的以下省略 Y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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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起來就很有撞聲詞的感覺 其實它就是用來代稱一些不重要的廢話 也可以說以下省略一千字的意思 假設你今天要去簽一個合約 然後合約的內容很長 對方可能就會說 You can take a look at this contract Y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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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please sign here You can take a look at this contract Y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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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please sign here 你可以看這個合約啊 Y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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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以下省略合約內容的一千個字 然後就在這裡簽名就好啦 就是Yada Yada 的用法 I'm just getting out of the shower Y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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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Yada Yada 是比較口語的說法 如果想要正式一點的話呢 你可以說 So on and so forth 其實就跟中文裡面說 之類的 是一樣的意思 And so on and so forth Win-win 雙贏局面 Win-win Win-win 那當我們說Win-win的時候呢 十之八九都會說 Win-win situation 這個搭配詞喔 比如說 Working from home is a win-win situation for both the employer and the employee Working from home is a win-win situation for both the employer and the employee 也就是在家遠端工作呢 對於人工還有僱主呢 都是一個雙贏的局面喔 This is a win-win situation 那Win-win也可以直接當名詞使用喔 你可以說 This solution is a win-win for all of us This solution is a win-win for all of us 這個解決辦法 對大家來說是一個雙贏的局面 好 還有一個Win-win situation呢 就是一定要幫這個影片按下喜歡 這樣子的YouTube演算法 才知道這是一個不錯的影片 然後分享給大家 好啦 那就下個字吧 Chit-chat 不重要的聊天 Chit-chat 好啦 Chit-chat 基本上呢 意思跟small talk是一樣的 比如說你可能看到一群人聊天 你會說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你在聊什麼啊 那對方可能會回答 Nothing much It was just chit-chat Nothing much It was just chit-chat 就只是一些小聊天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那老師在上課前呢 常常都會閒聊一下 熱絡一下氛圍 那進入主題之前他可能就會說啦 Enough with the chit-chat Let's start class Enough with the chit-chat Let's start class 好啦 那就不要再聊這些廢話啦 趕快上課吧 那Enough with the chit-chat 就是當你如果想要停止這個尬聊 快點切入重點的時候 也可以用這個句子喔 No time for chit-chat Flip-flop 假腳拖 Flip-flop 好啦 那為什麼Flip-flop叫做Flip-flop 好難唸 應該還蠻明顯的 就是當你穿假腳拖的時候 走路就會有那個 叭叭叭的那個聲音啦 所以Flip-flop的由來呢 其實就跟這個聲音很接近 No! I lost my flip-flop 真的假腳拖 所以就沒有什麼好解釋的 下一個字吧 Wishy-washy 平淡無味 或者講話空洞 Wishy-washy 其實Wishy-washy呢 就表示說他加太多水 沒有什麼味道 比如說 The wine tasted a bit Wishy-washy The wine tasted a bit Wishy-washy 那個紅酒喝起來呢 沒有什麼特別的味道哦 也可以說一個人無法拿定主意 很優柔寡斷 然後閃爍其詞 完全沒有破例跟主見的樣子 比如說 The candidate was wishy-washy on the same-sex marriage issue The candidate was wishy-washy on the same-sex marriage issue 這個候選人呢 對於同性婚姻的議題 非常模糊其詞哦 Hey, I'm friendsy You guys a little wishy-washy You're not worth it Hodgepodge 大雜燴 Hodgepodge 好啦 Hodgepodge這個字呢 在美式會拼成Hodgepodge 但其實意思都一樣哦 就是食物上面的大雜燴 把很多食物混在一起煮成一鍋 就可以叫做Hodgepodge 那當然呢 他也可以指稱抽象的大雜燴 比如說 The painting is a hodgepodge of old and new styles The painting is a hodgepodge of old and new styles Hodgepodge of old and new styles 這幅畫呢 結合了不同藝術風格的大雜燴 好啦 Hodgepodge聽起來又像是一個撞聲詞 但我去查了一下 它其實不是撞聲詞哦 它是以前 to shake 還有hot 兩個字合起來的聲音 意思就是鍋子把它搖一搖之後變成大雜燴 其實沒有任何撞聲的意義 變成雙聲字呢 完全就是一個巧合而已 這就是還蠻有趣的 這就是還蠻有趣的 小裝飾物 knickknack 好這些小裝飾物呢 最常見的就是 比如說廚房裡面有一些小的刀具啊 小的湯匙啊 等等這些都叫做 kitchen knickknacks 像是削皮刀啊 沥水器啊 收納盒等等 加種起來呢 就會叫做 kitchen knickknack 那其實knickknack常常都在講一些 好看又沒有用的東西啦 常常呢都是用來擺飾用的 像是一些小公仔等等 像我就一直都有 收集各種不同城市的 shark glass的習慣 所以呢 這也可以叫做一種 knickknack ticks knickknack nitty gritty 事情的核心 nitty gritty 事情的核心 主軸 實際面呢 就會叫做 knitty gritty 比如說 Let's get down to the nitty gritty Let's get down to the nitty gritty 意思就是我們快點來講重點吧 那如果結合前面所講的這個chit chat 也就是無意義的小聊天 就可以把它組合成一段話啦 Enough with the chit chat Let's get down to the nitty gritty Enough with the chit chat Let's get down to the nitty gritty 意思就是說我們不要再講廢話了 我們快點來講重點吧 Anyways Let's get down to the nitty gritty lovey-dovey 恩愛 過度放閃 lovey-dovey 好啦 那lovey-dovey呢 通常都是講情侶在大庭廣眾之下 輕輕握握 而且常都是過度熱情 讓人覺得有點不舒服的那個狀態 比如說 a lovey-dovey couple 一個放閃的情侶 或者是 they got lovey-dovey in public and made everyone uncomfortable they got lovey-dovey in public and made everyone uncomfortable 他們突然間呢 在公開場合輕輕握握 讓大家都很不舒服 talking about their lovey-dovey crap 好啦那以上呢 就是跟大家介紹的 10個英文裡面的諜字詞 那你有想到什麼樣的諜字詞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喔 那最後呢 別忘了幫我按讚這個影片 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開啟小鈴鐺 and that's all for today's video and I'll see you guys really soon Bye Flip-Flip-Flop Flip-Fl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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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ip-F